这一讲,我要带你去德农馆一层的702号房间,去看一幅非常有名的画作。据说,在卢浮宫里,除了三宝之外,人气最高的就是这幅画了,它就是《拿破仑仪式加冕大典》。画面见证的是法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,那便是1804年,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的加冕大礼。围绕着这幅画,我也想跟你聊一聊,和法国有关的平等这个关键词。 《拿破仑仪式加冕大典》,这幅画长近10米,高6米多,可是相当于两层楼的高度了。画里有近150号人,每一个人都被画得栩栩如生。在这幅画里,大到气势辉红的圣母院殿堂,小到人物披风上的绒毛,可以说是无一处不精致。顺着画家给出的光线,你的目光首先就会被画面中心的拿破仑所吸引。他高举着皇冠,正要为皇后约瑟芬加冕,这两个人都穿着极其华丽的衣服,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一般人站在这幅60平方米的画作面前 都会感到非常的震撼。但我想说,他终究只能算是一幅小画。 而我还要带你去看一看他背后的那幅历史《大画卷》。在那幅大画里,拿破仑不是永恒的英雄,他头上的皇冠也戴不了多久。那么,这小画和大画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呢?法国大革命开始于1789年,从那以后,整个国家就一直处于剧烈的震荡之中,一直到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,法国社会才逐渐的稳定下来。这中间经历了长达80年的混乱。 而拿破仑就是在这期间登场的。这幅拿破仑仪式加冕大典,所描绘的就是他脱下军服,披上加冕长袍,戴上皇冠的那一刻。在那一刻,拿破仑达到了权力的巅峰。现在,我就来带你仔细看看,拿破仑的宫廷画家,新古典主义画派的圣首雅克,路易,大卫是怎样去描绘这个时刻的?首先,大卫用他一流的写实画工,为我们还原了那个盛大辉煌的加冕场景。这也正是拿破仑想要的,因为他想让自己加冕的那一刻成为永恒,想让所有的人都真 真实地感受到,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帝王。拿破仑仪式加冕大典这幅画,在尺寸上是卢浮宫第二大的画作。大卫把画画那么大,是想往里面放下一百五十来号人。他们都是当天来参加加冕里的人,有各个国家的贵族,大使,还有拿破仑的亲人。我不得不承认,这幅画真的是新古典主义画派里的真品。要知道这个画派,最大的特点就是写实。而大卫将这一点,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。你看画里的每一个人,脸上的表情都一清二楚。同时,大卫还仔细描绘了巴黎圣母院的那部� 方式,他特意在背景里,加上了绿色的帷幕,让加冕里又多了一丝宫廷式的戏剧感。在整幅画里,大卫所描绘的最为经典的人物,就是拿破仑。在这里,我要提醒你注意拿破仑身上的细节。大卫所呈现的是拿破仑的侧面,他头上带着黄金与钻石打造的桂冠,身上穿着金色香边的白色天鹅绒上衣,外面还披着一件红色的披风,上面绣着老鹰的图案。注意啊,桂冠和老鹰这两个符号,在古罗马时期,就是帝王的象征。大卫这样 去描绘拿破仑,难道只是为了在艺术上复古吗?这样说,的确也没错,因为新古典主义画派除了写实,另外一个很大的特点,就是复古。但大卫这样画的真正一图,在我看来,还是因为拿破仑对古罗马的热爱,他一直希望能在法国这片土地上,建造一个像古罗马一样伟大的帝国。这一点,你从他在巴黎所见的大量的仿古罗马的建筑上,就能看得出来,比方说凯旋门。大卫作为拿破仑的宫廷画家,对老板的心思,自然是了如指掌。为了美化拿破仑的帝王形象, 凸显他的至高权力,大卫甚至不惜作假,所以在这幅画里,有好几处都是虚构的。这第一个虚构点,就是拿破仑的加冕场景。一般皇帝加冕,都是乖乖的跪在教皇面前,等他为自己戴上皇冠。但拿破仑倒好,他是直接走到祭坛前,拿起皇冠,自己戴上了。这就相当于拿破仑自己为自己加冕了。大卫原本画了这个场景的草图,但后来又删掉了,估计是怕画出来舆论压力吃不消。后来,大卫所画的,也就是留存下来的这幅画,是已经加冕完的拿破仑 正特别威风的魏皇后,约瑟芬加冕。不得不说,大卫真是个老滑头,这样一来,就能完美的避开拿破仑为自己加冕的尴尬一幕了。第二个虚构点,就是教皇的态度,加冕那天教皇其实快气爆炸了。你想想看,按照传统,皇帝是要跑到罗马去加冕的。拿破仑直接把教皇拽到巴黎来也就算了,要命的是,他还自己为自己加冕了,教皇能不崩溃吗?但他也没办法呀,只能板着脸,呆坐在那里。大卫原来就是这样画教皇的,但拿破仑看完出稿以后就说,我好 好不容易把教皇弄到巴黎来,总要让他有点用啊。言外之意嘛,就是在我的加冕礼上,怎么能够有人闹小情绪呢?更何况那人还是教皇,他代表的可是整个天主教啊。大卫那个人经听完以后,马上就把教皇的模样改了,让他的嘴角上扬,一副微微笑的表情,还把他的右手摆出了一个赐福的姿势,表明他打心底里,百分之百地祝福这场加冕礼。可以这样说,统治了欧洲几百年的军权神兽思想,在这里是做了暧昧处理的。拿破仑虽然觉得自己的权力都是靠南征北战打下 和宗教一点关系都没有,但他也并不想放弃来自宗教神权的加持。这第三个虚构点,就是皇室的形象了。因为光有拿破仑拉风是不够的,他妈和他老婆也必须要显示出皇家的气度。皇后的问题在于他的年纪,要知道约瑟芬可比拿破仑大六岁。而且在加冕的时候,他都已经当外婆了。但大卫笔下的约瑟芬脸上可是一丝皱纹都没有,他的头发整个向上盘起,鼻子挺拔,嘴角微微上扬,真的是好标志的一个美人。他跪在地上,双手合十,静静等待着拿破仑为 他加冕。在这里顺便说一句,这幅画里,皇后约瑟芬戴着的耳环,现在就放在卢浮宫的阿波罗画廊里,你还能顺便去欣赏下真品。至于拿破仑的老妈,是因为和儿子吵架了,那天根本就没出席加冕里。但帝王无家事啊,不管发生什么,皇室形象必须圆满。所以,大卫还是把他老人家画在了贵宾席上,乐呵呵地坐在那里。这幅画,拿破仑看完以后,喜欢得不得了,对大卫赞赏有加。但画里的这个帝王形象,处处体现着皇权和威� 甚至还虚构了神权加持,这跟革命众被砍头的国王路易十六又有什么区别呢?法国大革命的目标,原本是为了终结国王和贵族统治的等级社会,从此迈向一个人人平等的现代社会,其中一个重要的革命成果,就是拿破仑法典。有位西方学者曾经说过,这部法典牢牢树立了法律之下的平等原则,给法国带来了法律和司法上的统一。所以我认为,比起加冕里,这才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大话卷。然而,也恰恰是拿破仑本人,放弃了 他曾经树立的对革命,对平等的信念。这个加冕大理就是他背叛自己理想的转折时刻。当然,话里如日中天的拿破仑,无论怎样,也想不到十一年以后的结局,他遭遇了滑铁卢,一手建立的帝国灰飞烟灭,而他自己也被流放到南大西洋的一个小岛上,七年之后他就在岛上去世了。拿破仑幻想着效仿古罗马的帝王乌大维,但他忽略了一件事情,那就是他和乌大维差了1800年。虽然拿破仑他战功赫赫,但当时的法国已经经历了15年的革命, 走到这个历史时刻,旧的极权制度是不可能再成立了。在思想上,法国已经受到了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冲击,经济上,新兴的资产阶级要夺权,受剥削的农民想要拥有土地。在经历了那么多年的革命洗礼之后,那些加冕服、皇冠,在人们心中已经没有什么权威性了。你想啊,连国王和贵族都能被他们赶上断头台,很显然那个时候,平等才是大势所趋,在豪华的加冕里,也不过是一场权力的春梦。首先,这一讲,我们聊到了平等这个关键 词。而这幅关于拿破仑加冕大理的名画,刚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视角。拿破仑称帝的时候,法国大革命已经开展了15年,平等的思想在迅速的传播着旧的极权制度,其实已经不可能再恢复了。而且,不光是在法国,整个欧洲都在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。而这个加冕大理,却让拿破仑的革命英雄形象完全崩塌了,所以即便这幅画再光彩夺目,也没有办法掩盖拿破仑他那惨淡的结局。第二,拿破仑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,让大卫为他画了这幅加冕大 而大卫为了凸显拿破仑至高无上的帝王形象,在画里虚构和美化了很多情节,所以这并非一幅完全写实的画作。但从艺术的角度来说,它又的确是一件新古典主义绘画的精品。 这一讲,我要带你去德农馆一层的七百号房间,去看那幅著名的《梅杜沙之法》。如果你曾经在卢浮宫看见过这幅画,第一反应估计是,太惨了,太压抑了。这幅画非常的大, 高近五米,长七米多。画面的主体是一张木法,上面有十几个奄奄一息的平民,有的还在挣扎,有的却已经死了。 你想象一下,当你站在画前,就像身处在那个场景之中,尸体横在你面前,浪花不停的冲着你打过来,还有那些人痛苦的哭喊声就在你耳边。 这幅画,真的让人不忍心再继续看下去。这个画面到底描绘的是什么呢?是宗教故事,还是历史事件?都不是,这幅画描绘的是法国十九世纪的一场真实海难, 但它就像是一部非常写实的新闻纪录片。要知道在当时,这样的现实灾难题材进入绘画,可是非常前卫和罕见的。 所以这幅画,可以被看作一个分界点。从艺术的角度来说,它开创了法国的浪漫主义画派。 从内容的角度去看,这幅画,很容易唤起人们心中的不忍之心。 而这,也恰好是我这一讲要说的法国关键词,不爱。我们还是,先来看下这幅画的背景吧。 1816年,法王路易十八派了一群人,乘着一艘叫梅杜沙的军舰,去殖民塞内加尔。 国王亲自任命的船长肖马雷,Shomeris,是一位贵族,也是造成整个海难的罪魁祸首,因为在那之前,他已经有二十多年没出过海了。 由于肖马雷的指挥不当,梅杜沙好遇难。救生船的数量根本就装不下所有人,于是船长下令,让贵族们先登上救生船,随后将剩下的近一百五十个平民,全部扔在了一张临时做的木筏上。 这张木筏,就是习里科所画的梅杜沙之法。 等过了十三天,梅杜沙之法被救起来的时候,上面只剩下了十五个人,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已经死了。 你永远无法想象,木筏上的那些平民所经历的事情。 由于缺乏食物,才到了第三天,就有人开始啃食尸体。 后来的救援者,曾亲眼看见,在木筏的桅杆上,还挂着晒干的人肉。 至于那些生了重病的人,他们会被马上放弃,直接扔进海里喂鱼,但有更多的人,是直接被这种情况给逼疯了。 他们自己选择去跳海自杀。 这场可怕的海难,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。 船长萧马雷是被送上法庭受审的,但因为他有国王的庇护,判刑非常的轻。 当时才27岁的,法国画家洗里科,被这场海难深深的触动到了,于是他用了一年半的时间,画出了这幅剧作《梅肚杀之法》。 洗里科将这场海难最为残忍的那一面,直接展现在了画布上,画里没有女神,也没有贵族,只有悲惨的平民。 其实,洗里科的目标很明确,就是要通过画作来揭露皇室的丑闻,从而在社会上引起轰动。 他觉得唯有这样做,才能为那些遇难者讨回公道。 也难怪洗里科会这样想,因为这样的人间惨剧,恐怕任何文字的表达,都是苍白无力的。 更何况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,照相机还没有被发明出来,绘画是为数不多的平面视觉表达方式。 通常,他会被挂在教堂里,来表现神的威严。 妇人们也会用他来记录自己的形象,但却从来没有一幅绘画是被用来呈现如此残酷的现实题材的。 上一讲的《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》,那幅画尺寸超级大,但这可以理解,毕竟画的是皇帝加冕的辉煌时刻。 而洗里科的这个灾难镜头,也大胆地采用了大尺寸,为的就是在气势上一下子能压倒观众。 刚才我说了,这幅画长有七米多,宽也近五米,这完全就是灾难电影的尺度。 当时的人,恐怕从来都没有见过如此大的灾难画面。 不光是尺寸大,这幅画的色调也很暗。 整个画面都是棕色调的,大海是千灰色的,而被风掀起的海浪,洗里科几乎用的就是黑色。 另外,天空上还布满了黑压压的乌云。 在海上漂泊的木筏占据了主画面,画里那微弱的光源基本都集中在了尸体上。 因为洗里科,他想要将你的视线一下子就拉到最为残忍的地方,直击你的内心。 其实,就光前面所说的这些描绘,只能说这幅画,很好地揭露了这场海难的黑暗面,但他还够不上不爱这个大主题。 而这幅画,他的超越之处就在于画面定格的场景。 洗里科并没有直接去描绘人吃人或者是梅度杀之法最终获救的场景。 他选了一个很特殊的时刻,那就是木筏在海上漂了13天之后,远处忽然出现了一条小船,大家开始拼命求救的那一幕。 洗里科将希望来临时,每个人的不同反应都非常逼真的描绘了出来,并将所有的人物安排成一个完美的金字塔结构。 在前景里,是一堆横躺着的尸体,姿势都极其扭曲,甚至还有被吃掉一半的尸块,非常的血腥。 位于中间的,则是那些已经完全绝望的人,他们只是呆坐在那里,眼神很空,但在他们后面就是一群求生欲很强的人了。 他们都在向远处的小船挥舞着衣服,有一个黑人甚至爬上了木筒,在拼命地呼救。 洗里科特意将人物从近到远这样安排,为的是表现出那种从死到生的转变,以及从绝望到希望的过程。 这就让整个画面变得非常有震撼力,因为它能完全触摸得到观众的内心,让他们感同身受。 而这,也恰恰是我想,让你在这幅画里,关注博爱这个关键词的原因。 因为在我看来,唯有画家对木筏上所有的平民,都怀着一颗博爱之心,才有可能画出如此震撼人心的画面。 法语的博爱这个词,叫fraternity,它来自拉丁文,词根是兄弟,指的就是把所有人当成兄弟一样来对待。 今天的法国,自由,平等,博爱这三个词是连在一起说的。 但事实上,博爱这个词,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当作口号,要比自由和平等更晚一些,差不多要到雅各兵派当政的那个时期。 而西里科就恰好出生于这一时期。 所以说,他的成长经历,跟博爱这一思想在法国的传播,是完全同步的。 而且,雅各兵派认为,相比自由和平等,博爱更是一种革命所具有的神圣使命和义务。 这样你也就更能理解,西里科当时画这幅作品的时候,是怀着一种使命感的。 当然,也唯有把传上所有的平民,都看作跟自己的兄弟一样,才会产生这样的使命感。 在这里顺便说一句,画出,自由引导人民的德拉克罗瓦,其实是西里科的好朋友。 据说,他第一次看见这幅画的时候,就完全被点燃了。 回家的时候,一路都在狂奔。 而且他之后的绘画风格,也是受到这幅画很大影响的。 当时有位学者,在看完《梅杜杀之法》后,他就说了一句,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这张木筏上。 这句话,真的是一语重点。 因为没有人是一座孤岛,今天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,或许某一天也会轮到你。 也正因如此,人类的同情心和同理心,有时甚至会跨越种族、阶级和文化,成为连接每个人的精神纽带。 尤其是法国,博爱这种精神,在这个国家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。 即便是在今天,他饱受难民问题的困扰,甚至屡次遭遇恐怖袭击,但在法国普通民众的心里, 博爱仍然是一种最为基本和重要的价值观。 首先,这一讲我们讲到了博爱这个关键词,它的核心,其实就是人类的同情心和同理心。 这一点,相信我们所有人都很容易理解。 梅杜沙之法,所描绘的是法国十九世纪的一场真实海难。 习里科怀着对遇难平民的同情之心,用艺术的方式来描绘灾难,唤起了所有观赏者的不忍之心。 第二,这幅画也是浪漫主义风格的作品,在画里,习里科画出了彻底的绝望,但也描绘了希望的威光。 你在看画的时候,也不要忽略这些。